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5月26日 刚才看到一条惊人的消息 河北省有一个叫大城县 藏屯派住所轰的一声爆炸 我还以为一场革命武装暴动开始了 一看不是 2023年5月26号16点 大城县藏屯派住所民警 在对涉嫌非法买卖的烟花爆炸 进行取样坚定式发生爆炸 那就说明这些民警不合格 你处理这些危险品 你不能在派所里面 人多的地方都不行 你得找一个 应该讲是一个特别稳妥的地方 你才能够去处理这烟花爆炸 就说明他太不专业了 这要是让他们调查 谁在那个墙上写打倒习近平 或者在网络上发表文章 嘲讽习近平 把这种查的利利索索 干这种事他们都不行 是不是 这是一个很大的案件 也不是个小的案件 就证明什么呢 这个民警的综合素质太差 这个说 去初步核实现场设计十亿人的 你想 现场这么多的人 他去白了人那个烟花爆竹 在那个派出所里取样 也不知道他怎么取 给取爆炸了 是吧 你像我们都懂 比如说你真正你 比如说你这个设案的 比如说 搅和了一批烟花爆竹 那你就不能动它 不能拿回来 你就在现场 找人特别少的 而且是专业的 资深专业人士 特殊的处理 你咕嘟咕嘟 你不懂那个东西 哼一声炸了 自己也炸了 也炸了别人 是吧 这就是胡整的 整天就学习习习习思想 背那个标游口 好像背得很好 真的干点事 干不了 是不是 目前已经搜救了九个人 你看来 爆炸的严重程度 比较严重 这次爆炸 你看他搜出了九个人 其中五个人 正在救治 四个人 无生命体征 又死了四个人了 失联两人 正在全力搜救 这是多少爆竹啊 到底是真的是 一号爆竹 响了 还是由于 发生其他事件 是吧 现在不太清楚 那么疯狂啊 还不错 最起码能报道 我觉得 多少还有点信心 是不是 还没长期隐瞒下来 这篇文章讲说 事发以后 省四县负责通知 立即赶赴现场组织救援 各项善户处理工作 正在积极的推进当中 大程序人民政府 2023年5月27号 这是刚刚看到的消息 我首先在声明 我可不赞成什么暴力革命 我只是跟大家开局玩笑 我真以为是 这个大革命开始了 你看现在最近 从白纸革命是最温柔 打击 抓了一批小女孩 接着就是鞭炮革命 年纪放鞭炮 烟花爆竹 警察追着老百姓 老百姓开车跑 放烟花爆竹 那不管怎么是为了热闹 还没出这么大的事 接着就是白发革命 因为白发革命 使孙孙兰迪了个大跟头 大连和武汉的老百姓 结果做了件大事啊 结果千年连的公安 当地的公安 好一段被 西民下这个阵 是吧 你看现在又出现了什么 又出现拍手爆炸了 这过去是没听说过啊 这是一条消息 我们再来看一看 另一条消息啊 这一两天好像 这个新闻不断 都是一些什么突发事件 今天看到韩国科技空中惊魂 这怎么回事 我们知道我们坐飞机啊 前面小心啊 坐飞机这个东西啊 你就得 这个乘务员上怎么做 你就老二十字 怎么做就是了 为什么呢 你只要以升空了 你所有的这个身家姓名 都给这个机长啊 乘务人员 由他们负责了 所以一定得哄他们 对吧 他们心情好一点 把你安全的给你送达目的地 落的地比什么都好 这就变了一个team了 就一个小分队了 知道你蹬着飞机啊 所以一定要信任他们 他们怎么指挥怎么做 他们没说的事 你不要滥整 有些人他躁动不安 到了飞机上 以后有的时候 他抢上抢下 整天这个下枕 就因为出事啊 这里讲的什么呢 就空中飞行的时候 这个飞机的舱门呢 突然被人打开了 导致12个人轻伤了 你看这有张图呢 这真事啊 今天刚刚发的消息啊 为什么我要谈一谈 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出行旅游 难免要乘坐交通工具 飞机省事啊 但是也最危险的 这个这么讲吧 我有个朋友 现在过世了 在广东啊 他这一生就不坐飞机 他就怕死 他其实挺想我的 说来看 想来看看我 但是啊 我就不会能坐飞机 这一生他绝对没坐飞机 就坐船啊 坐这个火车 汽车 反正我就不一样了 我是见什么坐什么 管他了 反正是碰打运 是不是啊 他就怕 怕游的时候 也有也出事 因为你那个飞机 出事的概率 也不一定比火车 其他交通工具要少 但是给人的感觉是 不着地 上不着地 下不着地 害怕 这倒是 这篇文章讲说 韩国一家民航客机 这个事不是中国 韩国 5月25号上演了一场空中惊魂 这是美国之音报道的 该机在抵达机场 准备降落几分钟前 大概在有几分钟就落到地去了 紧急掏声舱门突然给人打开 因为紧急掏声上面有标志 是红颜色的 我记得 我经常坐飞机看 你没事就有些小孩 就离得远一点 别瞎白龙 白龙一下 打开麻烦了 不仅造成全机乘客惊魂一场 而且呢 导致12名乘客轻伤 其中9个乘客 因为呼吸困难 被送去就医啊 你这多大的事 你想想 他索性客机呢 开着舱门着陆了 赵士者当场遭警方逮捕了 说韩亚航空公司一架航班位 OZ 8124航班 A32 200客机 星期五的上午 从鸡州岛飞往大丘机场 这个从机场 飞机在抵达大丘机场 准备降落 但是仍然在空中飞行时 机舱的一个紧急掏声门 突然被打开了 距离的气流冲进了机舱 你想那是高空 这个速度要快啊 那个不是开玩笑 都是一下就给你扫出去 扫了以后 完了 命就没了 这是很吓人 导致机舱内气压骤僵啊 飞机座椅被震得剧烈的摇晃 许多乘客在惊恐当中 呼吸困难 有的乘客甚至晕倒了 因为有些人他身体有病啊 一经下去完 他没经历过大事啊 是吧 他不像我们这样的 有牢狱自在的人 像那些心理来讲 抗打击能力就强一些 一般人都受不了 害怕 这一害怕 有些老年人呢 就可能铁力不支 有心脏病的 可能搞不好就过去了 但是机上194名乘客 军武大 还不错啊 不幸中万幸啊 根据韩联社的报道 客机最后在当地中午12点40左右 舱门打开的情况下 机箱降落在这个大秋机场啊 警方的随时就把一个肇事者给他抓了 说这个人他怎么自己狡辩呢 他说他不是故意的 他是不小心手不老是 一碰就把那个紧禁门给他碰开了 所以就要离那个位置远一点 上面有标志哈 他说韩国全国少年体育大会 星期六在卫山举行 机上的乘客中有很多是报名参赛的 机中中小学学生 你要去出事麻烦了啊 这个说明什么 说明啊 就是这个飞机啊 上面的安全是第一啊 特别的小心啊 什么事多听听人家乘务员的 是吧 人家批评你的时候 让你做什么就老老实实做了 有些人他就爱惹事 甚至他就是挑毛病 和一些乘客 这个乘务员还闹矛盾有的啊 你都傻呀 那个时候你就想 你这个乘坐飞机世界 也就是那么 在你的漫长人生当中 就是一个原寸 一个机遇就很短的世界 对不对 忍一忍就过去了 着陆以后就好了 对不对 有些人他挑刺 这里给的毯子又薄 那个饭菜又不太好 反正有些人特挑剔 就容易出事啊 再就是有些人躁动不安 好奇 手烂动 落下以后就好奇 是吧 这个还有人跑到卫生间里去 这个搞一些什么事啊 这都是很不好啊 看到以后我是非常感慨啊 没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可贵啊 珍惜每一个这个把握每一个 这个瞬间啊 这个这是今天很大的新闻啊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另一条消息 中共国现在肯定头大了啊 有一些给中共做代理人的过去啊 在美国这个有很多人亲共啊 整天瞎忙活啊都半公开化了啊 一个是什么媒体公开渗透 红色意识形态渗透 你看半天媒体报时 你经常记得那些名片 就是这个报那个报 有一些就是大忽悠啊 再就是有一些拿中共的钱 在那个地方提中共做事 这个今天美国之音报道 两名被控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 并贿赂美国官员的洛杉矶居民抓了 这个是挺大的一件事啊 他说纽约南区的联邦法院 星期五五月二六号公布了 针对两名被害的被告的刑事诉状 他们被控在美国充当及串谋 未登记的中国政府代理人 串谋贿赂及贿赂一名公共官员 以及串谋从事洗钱 美国司法部星期五发布的声明当中讲 根据诉状 洛杉矶居民和前中华人民国共民 叫70岁的约翰陈 叫陈军 这个名很多人都是这个名字啊 这个能在何时何时到底是谁 还有个姓冯的 这两个人 被控参加了一个受中华人民国国政府 指定的指使的犯罪阴谋 这个是跟中共警方联系的 中共公安部联系的吧 是不是啊 针对目标是美国境内的法轮功修炼者 就他们这个整法轮功 那就是为中国政府做事的啊 这是韩斯 这是很大的案子 司法部说 他们两个人星期五在加利福尼亚中区被抓 要以前就争执眼闭眼 现在不行了 翻脸了啊 美国FBA肯定要 我估计还会有一些动作啊 他说刑事诉状指出来 至少从二三年的一月到五月份 就姓陈这个人姓冯这两个人 在中华人民共和政府指示下 在美国境内展开活动 那这层面都盯住了 你的邮件啊 你的视频啊 你的电话等等啊 我估计人是找过证据了 推进啊 这两个人呢 中华人民共和政府 镇压法轮功修炼者的行动 就他们拿了这个中共的钱啊 中共就给他们安排的工作 就在美国那个地方去骚扰啊 或者是这个镇压 从事这个政治迫害对法轮功的学员啊 说司法部讲 向他们发出指示的 包括诉状当中讲的啊 PRC的官员 那么根据这篇文章介绍啊 陈冯两个人在中国政府指示下 试图对美国国税局的吹哨人向 价以利用 目的是剥夺法轮功修炼者 经营一个尸体的免税地位 据称陈向国税局 递交了有缺欠的吹哨人 投诉后 冯陈两人 向一名据称是国税局特工的人 支付了5000美元现金 还答应事后另有重赏啊 这就属于贿赂了 对不对啊 政府官员嘛 以换取这位特工协助 把他们的诉状向前推进 证明这名国税局的特工 实际上是执法部门的卧底特工 特工卧底钓鱼的啊 说按照美国法律 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 必须通知美国司法部门 但是司法部讲呢 充当中华人民共国代理人的 陈冯二人并没有这样做啊 就他想做代理人也行 你打申请 美国也让你搞 但美国在盯着啊 那么司法部讲 在一次被录音的通话当中 就以前盯上了以后 那个叫FV也投入了 说陈明确提到了这些 陈明确提到了这些贿赂 是为了实现中国政府 就是他拿的这个签点 他有一个这个目的是什么 动机是什么 这里讲得很细 实现了中国政府 要扳倒法轮功的目的 因为法轮功在海外影响非常大啊 这个人很多 他们是有精神的 因为人有精神信仰 所以很团结 办了很多媒体啊 大纪元 希望之声 新唐人 哎呀 了不得 结果我是 我刚来那几年和他们这个 有些见见面啊 这些年来我年纪也大了 见面就是基本就不怎么联系了 但是我认为法律 法轮功这个群体 聊不得啊 这个确实 拿着中国政府的钱 对他们进行搞一些这个活动啊 这本身来讲是犯法的 违背美国的法律啊 你看这里讲得非常的详细啊 他说那个司法部讲啊 陈和冯哲两个人在一次通话中讨论 从这个PRC官员手里接触指示 删除来自这名官员的指示 逃避政策 还在讨论说 如果他们两人与国税特工的行贿 会发生意外 要向PRC官员报警 这次通话经法官批准被监听 就是美国有意思 你要监听别人的话 他经过法官批准 中共国社就是领导一句话 领导 比如说薄熙来在大连的时候 他这个怀疑就是 公安局副局长王永奎 是于学祥的人 于学祥当时是市里书记 薄熙来市长 他有矛盾 他为了监听别人的电话 他就让安全局的人 偷听谁的电话 就是王永奎电话 王永奎当时是副局长 还有副局长叫王金廷 我都很熟悉 太熟悉那些人 你想他多么敢干 薄熙来让大连事国家安全局的车会 就车贺民 郑义强 彭东会 王府圈这会人 偷听王永奎 王金廷他们的电话 好汇报 好整 他们整高子不就是什么 那时候是高子和薄熙来有矛盾吗 薄熙来要向整高子就是把这个 监听高子这个秘书 这个电话 刘晓斌的电话 通过刘晓斌的监听他的电话 发现他的太太 这个帮 他的太太呢 曾经就是给这个刘晓斌呢 揽了一件事 就是有一个间谍 判刑这个事啊 让刘晓斌给说情 刘晓斌当时是大连 中级人民反应副院长 那薄熙来不像那个偷听刘晓斌的电话吗 刘晓斌当时是副厅级干嘛 应该是厅级干嘛还是副厅级 我不是太清楚 反正是当时给刘晓斌就抓了 抓他就是手段就监听电话吗 没有人批准 批准就拨起来 谁讲谁手里全大谁就可以派人监听 中共国是烂套了 美国不一样 美国你要想FBI监听电话 他经过法官批准 就是怀疑你有问题 他就经过他写可能打了报告 我不太懂美国的法律 我怎么想象啊 是打报告 法官一看 挺靠谱的 还要需要进一步查证 那你就批准你监听 你可以听 中共国是什么 你恨谁 刮个线就听 什么人都可以听 是吧 你还没往下面走 那是三十一个省的自治区 东北那些小城市都烂套了 我跟你讲 全都利用现代化这些手段 打击政敌 搞这个名堂 所以这个还是美国的司法都利好 这是我刚才看到这个事 想起过去那些 那些陈子们烂谷子吧 这等有时间将来都讲一讲 就肯定将来是会留下 这部著作啊 给后人研究啊 就中共国的地方的无法无天的官员 也是红尔队啊 在在大利的土地上 算是一个套天罪行啊 那么这篇文章讲 他说司法部讲根据指称 陈逢两人5月14号在纽约州 纽约与那名特工会面 也就是说他会面 所以人家说人家美国都盯上 他自己还不知道 说会面期间 陈给人那么一特工就1000美元 他太cose了 他给人1000美元 他为了他的不少 是吧 从北京拿了很多钱 完了 象征性的给别人一点点 让人家自己做事啊 超会这个人 是吧 他说你看作为部分贿赂的首付 贿赂首付 完了说接着 陈接着要表示要给这名特工总额5000美金 来对被陈举报的法轮功实体启动审计 而如果举报投诉获得成功 他们将把从国税局得到的赏赏金 这个赏金60%分别特工 那当这个生意来做了 有很多干这个事 在北京撇一大笔钱 到这边来 就是象征性的给一些他利用的人 所以因为现在中共国税就这样嘛 习近平钱多人傻好骗 好多人都是这样 瞎忽悠 你在国内 哎呀 其实我和魏京师都是朋友 你给我点钱 网上就给你调查一下 一包人有这样大片子 我这么想象 会有 然后就开始渗透 然后他拿了一大笔钱 比如说拿了一万 到时请什么房子里面吃饭 迎来送 他就花了1000块钱 都不到 我估计肯定有这样大忽悠 就来回跑 大片子 是吧 国安里面也骗得很多 我跟你讲吧 上级骗下级 是吧 就像维稳经费 是吧 那个警察们都 四分了 是吧 就中共国这种政治体制 我跟你讲吧 就很成问题 那么这篇文章讲说 中国政府再次企图对在美国这里的批评 PRC的人士 但是再次失败了 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 这个在声明中讲 我们指控本案被告企图贿赂 某位他们以为是国税局的特工的人 就是那个假装就馅人挖个坑 这样的人 说以进一步推进中国政府在美国的跨国镇压行动 但是他们企图贿赂的人实际上是执法部的一名卧底特工 他说什么案的都有 讲的像小说一样 话就可笑 他说加兰德讲 司法部将继续调查 打破和起诉PRC政府将其批评者晋升 并将其政权延伸到美国领土的做法 就是意思他们拿了钱 贿赂一些人 让他们闭嘴 就是这个意思 找一些人远映坚持 这样闭嘴 这属于犯法了 我们永远不会停止 努力捍卫 人人在美国都相有的权利 在美国确实 美国的FBI厉害 美国的这个太厉害了 我跟你讲 你几乎他 我跟你讲 无所不在 你就举个例子 咱们驾车 比如说你违反交通规则了 不是故意的 因为标志看不清楚 就是晚上 你比如说你出了小错误了 当你回到多伦多 那边那个发单就来了 你要不服 还有这个录像都给你保存 你可以到法庭上 有意思上面写的是 某某天之前 你交这个发款 一共是8块钱 你要不服 再拖到下个月 是18块钱 你再拖下去 另一个月28块钱 我天 再滚动下去 快放高利贷了 赶快给他得了 赶快寄张支票 给这个美国有关部门 因为我就是眼睛不太好 英语又不是太行 也车开了也不咋地 有的时候就是 看朋友也着急 日夜兼程 有的时候也出错 你这个路走错了 当时没看那个路标 是不是 然后也回来以后 接到了 接到一看 我的天 赶快寄给人家 当然没有多少钱 这是应该的 你犯错误了吗 就是叫 就不叫犯法了 就是违规 说 你老老实实的 这个和中国不一样 中国一看这种情况 怕打了电话 大队长 送大队长 你知道我是谁吗 哎呀 这兄弟 这么长时间 这么一听 你生意啥事 哎呀 你怎么发我这么多钱 怎么回事 啊 行 你就算了 国内都是这样 就一句话就完了 这里不行啊 你谁不打电话 这里是什么 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你什么 有钱 这个 有名 有利 是有职务 你都靠边站着 我跟墙背人打理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出发你的人都找不到 机器出发你 是不是 你一敢说你没有违规 不要紧 有法庭等着你去走 叫过堂 是不是 所以看我还是认为美国加拿大好 真的啊 没有特权 你看这里你到那个交通部门去办事的话 是不是 那你就排队就行了 他前面有个机器 就是那个排队的机器啊 就是打号机的 你在上面一按它 折一声 出一张纸 上面写的3863 你就老是在坐着等着是吧 那窗口的人都在排队啊 管你男女老少 什么局长书记 什么习近平派系 这个派系没有人知道都在排队是吧 没有人问这个男女老少 然后到了窗口 人家办完了就喊364 你必须得懂是吧 站出来 你就上去就把事了 就这么简单啊 然后一旦你手续没带钱 没带权啊 不要紧 他帮助你 说需要拍照 拍照上周来拍照就行 也不花钱 啪就给你照一照 是吧 马上就给你整好 哎呀 这个国家太美大了 在加拿大我也看 这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富 他又不学习西思想 他怎么这么好呢 我终于明白了 越学习近平的思想 这个人有坏 我跟你讲吧 特权思想越来越严重 你看这里哪有学什么特鲁多的 什么时候开会讲 团结在以特鲁多为首的 这个党中央中间 在周围 谁要这么讲 就直接给你送到 到不是纽约送了 给你送这个北约科医院 觉得精神不正常 是吧 来抢救你 所以在中国 哎呀 你看这都滑稽可笑 你看那打开媒体报纸 天都在那学习 四个自信 两个维护 你说那不是神经兵是什么 那就是脑子叫驴体了 我跟你讲 踢的不正常 还四个意识 四个自信 加拿大美国 从来不讲什么 几个自信 你看这个大街上 走的人哪个不自信 都很自信 是不是 所以在中国生存 我就发现 人把那种宝贵的生命 全浪费在这些 就是无用功 就是耗费这个世界 你怎么浪费多少时间 都坐那个地方 人模狗样 整个不输 就在那念经 你要真的念经也行 是吧 你要真是佛教 道教 伊斯兰教还好 是吧 这个习平思想 就是个邪教 新的邪教 专门来毒害 中国人民的心灵 给中国搞得进来成果 我这个车员 这篇文章 他最后讲 他说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美国的民主价值构成的威胁 超过任何国家 确实 他想把他 刚才这个邪教 蔓延到美国来 美国肯定不愿意 说是联邦调查局的副局长 保禄 阿巴特 在声明章中讲 他说 在PRC 寿图把我们的机构和项目武器化 或攻击那些在美国领土上人士的权利时 联邦调查局也不会袖手旁观 现在美国真的大动作了 开始抓了 陈军与冯林 军被控犯有一项 串谋 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 而未通知司法部门 并贿赂公共官员的罪名 该项罪名最高惩罚是五年监禁 当然现在还属于无罪推定 像他们一讲的有罪 法庭要判 如果判有罪判多少年 你看这个文章这样讲的 他们还分别被控犯有一项 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 立通知司法部门的罪名 这个罪名判10点 这就是15年了 此外呢 他们还被控犯有一项 贿赂公共官员的罪 以及一项串谋 从事国际洗钱的罪名 最高刑罚分别是五年监禁 二十年监禁 也坏了 一判几十年 这会在监狱里开始劳动了 不过他们这个监狱 据说这里边条件挺好 可以上网 我不太清楚 没参观过 说司法部的声明提到 刑事诉状中 只提出指控 在被定罪之前 假定被告无罪 你看美国的法律 多么严格 多么人性化 现在你不能说人家有罪 好 我们来看看另一条消息 今天的新闻不少 中美关系解冻 商务会谈难 房长会谈更难 就现在阻力很大 这是法国的一篇消息 本周二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 姗姗来迟美国上任 本周四 中美商务部长 则举行来自不易的会面 似乎都显示 中美关系出现某种初步解冻的迹象 我认为就是一个起点 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 但无论在科技领域 还是在国防领域 中美关系间互动少 异常异动多 让人面临严重困难 你想今天 这不又来了 抓两个间谍吗 涉嫌犯罪的 还没最后定 你看也是真正中功的 对吧 说是美国商务部长 雷蒙多 在美国首都会见 中国商务部长 王文涛 是两年多来 中国官员对美国的 最高级别访问 也是拜登就职以来 美中官员 首次在华盛局会谈 中国高层上次正式访问 美国还是在2021年3月的 阿拉斯加会谈 那一次我打起来了 这个杨建篪拿了 习近平写个小纸条 给布林肯训了半个小时 你想想那个时候 老拜登是多么的窝囊 外界都讲 你看美国帅弱了吧 怎么样 阿凡撤军搞这个样 还死了不少人 你说美国 美国帅弱 那时候习近平一讲话就是 时和时日都在我们这一连 因为老拜登不知什么 然后从阿富汗撤军 对吧 撤完了以后 开始到欧洲 英国 走了一圈 然后呢 下一步一次 亚太地区了 是吧 韩国 日本 一步人给你整的 扎扎实实 老拜登确实了不起 美国办事 他不催 等到人家给口都砸上了 俄海俄的核弹 二百四个核弹 到家门口了 佐世保的航母 从以来的时候 人们把你脸一翻了 给你这个台湾这个牌 啪啪 就给你一个接着一个打 习近平脑袋 问一声 我的天 再不讲 试的是 再问一遍了 是不是啊 马上告诉王门涛 赶快去吧 是不是啊 告媳妇赶快上任 这个 他也感觉到了啊 这个危机来临 说今天这篇文章写得很好 他说 间谍气球发生后啊 美中关系继续恶化了 导致美中高层对话一度终止了 此后呢 华盛顿一直寻求恢复双边高官官员的会谈啊 说是美方对中方最近针对在美 在华美国企业采取一系列行动 表示关注 华尔街日报周四报道 说北京呢 对美光科技公司的尽力 和最近针对在华 在华美国企业采取的一系列行动 包括突袭 拘留和调查 是雷蒙德多此次会晤的首要议程啊 他这次会谈 雷蒙德主要提出什么呢 叫放人 这不能搞这个名字了 可能那个王文涛讲 哎呀 这个的我的回去跟习主席汇报汇报 我自己定不了主啊 你先别着急啊 我估计都可能是在这样讲 实实在在的讲啊 说北京针对美光的行动 更激发了美国国会 原本强硬的对华立场啊 资深议员要求拜登政府 就美光禁令做出反击 纵业外交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 这个周三发表声明 中国针对美光的行动表明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计划 将中国市场作为攻击他人的武器 就用市场来攻击别人 就人质外交呗 麦考尔敦促拜登政府呢 追究北京的责任 纵约呢 对中共 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的加戈达尔 这个敦促呢 拜登政府将中国 常新存储的一个贸易黑名单 有个常新存储啊 这个企业因为禁售美光产品的最大受益者 就是什么 就是常新存储 那么发广这篇文章讲 他说华尔街日报报道啊 据知情人透露 拜登政府一直在考虑一个报复方案 是堵住对中国信息技术集团 浪潮集团的限制漏洞 你看中国我现在是企业不少啊 各种名字都有啊 说这种漏洞使英特尔和IBM等美国公司能够继续 向中国浪潮的复苏实体销售产品 美国商务部今天早些时候将浪潮列入出口回名单了 但没有具体纳入浪潮的所有关联产品 这些关联产品从事云起算 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等业务啊 说这些意味着美国公司可以继续向这些实体销售产品 而无需寻求政府的许可啊 这篇文章讲到王文涛说 前往底特律参加亚太经合组织讨论 论坛并预计将和这个代期毁灭啊 看来这篇文章是在日子前写的啊 现在代期它已经见了 彭博社报道讲 预计中午的经济胁迫 和重新调整供应链问题将提升 亚太经合组织论坛的一程了 就将来这个脱钩啊 锻炼这些问题也涉及到了应该是不是啊 而七国集团 G7领导人几天前在日本广岛峰会上 已经采取 已经寻求采取一项措施 应对中国的协货 并表示将在与中国的经济交往中去风险 去风险就是变通的讲话 就脱钩脱钩了 将来方向还是要脱钩的啊 他说科技领域是美中竞争关系的主战场 美中双方目前都特别关注半导体领域啊 从而为汽车到武器的一切经济竞争提供动力 拜登政府呢 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半导体和生产设备 阻止啊 以阻止的北京利用先进芯片发展军事和监控能力 不久前日本和河南先后宣布跟随美国限制芯片技术和设备出口 那肯定王文涛和他提出来了 和这个美方的代表啊 肯定是雷蒙多也好 还是戴琪讲的 你们不能总限制我们这个芯片的事 看能不能还一还 你们更不能联手日本和荷兰欺负我们 围堵我们 是不是啊 那肯定这个事也很难达成 本人认为啊 这次他这次见面呢 就是象征性的吧 也就是表明双方还要谈一谈 但是谈一谈可能收效甚微啊 中美的大炮响是走向走上了敌对啊 除非这个期间中国发生军事政变 习近平政权被推翻了 新的派系上来了啊 或者共党垮掉了 就这两个结局可能还能好一点啊 好 谢谢再见